我觉得现在的男生真的是太惨了 现在网络上一大堆教女生如何撩汗 如何给男生画大饼的视频 但是很少有人教男生 怎么正确地去和女生相处 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 上完播放 内容大意是你不用完美 也能追到女生 以下一堆反驳我的 其实这个不是我最在意的 我最在意的是 这些反驳我的 大部分是男生 但我这个视频明明就是在帮他们说话 你知道吗 最难理解的是 他们反驳我的观点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 不可能的 只要有钱 什么妹子都可以拔得到 没有钱的人就注定孤寡一辈子 女生只看中物质之类的 虽然他们是在反驳我 但是我完全没有觉得生气 反而觉得他们太悲观了 真的好可怜 甚至有点心痛 到底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舆论风气 压抑成什么样子 才会让他们对感情 对女生 对男女相处 这么悲观消极 最可怕的是 这个好像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气 可是如果女生只看中金钱 就选择和一个男生在一起 这本身就是一股不正确的腰风 为什么还要大肆 宣扬这样的标准 好像是正确的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这个社会上有拜金主义的女生 就会有愿意和你同甘共苦的女生 有只喜欢坐在保时节里哭的女生 就有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女生 有花几十万买包包的女生 就有省吃俭用 只为了给你买一双鞋的女生 当然都是有的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 也不是为了帮男女任何一方洗白说话 我只是单纯觉得现在的社会舆论岛上 有点过于精致利己主义 有点万物物质化了 有些人一边标榜着不要物化女性 一边又说 不给自己转账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整天给女生转账的男人存在吗 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不能用这种幸存者偏差 来误导大部分普通人的观念吧 这样的观念搞得很多女生都觉得 似乎男人只有转账 才是对自己好 才是真的爱自己 我只想说 现在要钱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最后放一张图是之前刷抖音刷到了 他上面说 警惕境外势力对我国煽动的性别对立 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对待网上 那些刻意暗示性别对立的视频 不管视频有多火 博主说了什么 看完后 都最好还是自己认真想一下 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 对任何事情一定都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要别人说什么 你就觉得确实是这样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